不成一家雇物中心这个月发生涉及6,800令吉的电缆失窃案 警方在深入调查之后迅速的逮捕四名嫌犯归案 包括了一名涉及收购在一张电缆的印译男子 由于落网的其中三名无印男子都有毒品前科 警方不排除他们是为了筹集资金买毒品才会不惜停而走险 我们是从与了筹集资金的印译人 3到31岁 警方在行动中成功起货多件干案工具和电缆 嫌犯主要使用租车 目标锁定人烟稀少的建筑或停车场干案 案件将在刑事法典第379偷窃条文和414私藏在一张条文下调查 根据了解电缆的市价每公斤大约是36令吉 根据警方起货的交易收据 嫌犯每单交易可以赚取300到1500令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